大家好,歡迎回到這個頻道 今天就繼續和大家去逛街街 逛街的地方是旺角的一個商場叫做TOP 它的全名其實就有少少巧口 叫做This is our place 這個商場來說都算是挺新的 因為他在2018年的時候就開業了 前身來說就是旺角中心的第二期 若果大家畢業了10年8年的話 沒有去開旺角 未必知道原來有這樣的商場 TOP這個商場來說,流宇的層數也挺高 幾多下的 對上,由地面數上去就有五層 地庫的話就有兩層 交通來說就如恆仙見到 地鐵一出閘的話就是 所以大家都幾適合 如果翻風下雨有台風的話 想找個地方逛一逛走一逛的話 這個地方都幾正 這個商場就由領展所管理 跟一般的或傳統的商場就有少少分別 如果大家有看過之前的影片 好像一些 Inzpoint,信和,街王邵曼,仙達這些比較舊一點的商場 TOP這個商場來說就比較新鮮一點 還有 他的走廊就真的寬闊很多 走上來就真的比較舒服一點 舒適一點 適合 年輕人來這裡 逛街街 這樣 比起 可能是說 Inzpoint,信和這些地方來講 就相當有一個目標性的 即是你可能上網 或者看到情報 知道有些什麼新貨推出來就 進去加一加 但是TOP這個商場來講 大家見我現在在打電梯 一路一路上去 其實就幾適合慢慢走的 他這個商場另外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有一個 中空的中庭位 這一種的中庭的設計 其實就 以前的商場就很少有 因為大家都想 盡量地使用 所有的面積 和空間 中庭位的話 稍後都可以給大家看一看 其實他都 挺特別的 那裏面 其實現在就 上到 應該三樓左右 你會看到很多 一些潮流的服飾 飾 甚至乎 一些 電子遊戲 的一些配件 他都有 這裏 他們的中庭位 有點像 以前的 酒店的設計 比較高級少少的地方 才有 格調 或者有這個 class 是去利用這個面積做這個中庭位 那我走的時候 其實就屬於一個 Weed day 的 11 12點左右 所以其實有些店舖 都 還沒開門 但是 其實如果上到 一個比較高的 樓層的時候 大家都會看到 有一些餐廳 或者有些 食肆 那樣 眼見 其實 每一間的店舖 他的面積都相當之 寬闊下 可能大家 走開一些比較 小型的商場 或者舊的 商場 來講 每一格的商場 那些 信和 來講 可能 100尺 都不夠 這裏 拿起手的話 都可能 過千尺 甚至乎更加大 當然 這個 和 租金 雙負雙城 相信 盡量 這個商場 的店舖 租金 也有 差不多 前一陣子 看到一些 討論區 有些朋友 討論 有些店舖 他們 食水太深 可能是 同一個區域 旺角 你去買同一件的貨 可能 價錢 都相差 20-30% 其實若果你 不斷 上過幾堂的 經濟堂 大家都知道 租金 的 成本 其實對於經營方面 壓力都很大 同一個地方 或者同一個區域 不同的商場 租金的租金 相差 20-30% 這件事 就真的 下限 所以大家有時候 去買東西的話 當然 作為一個 精明的消費者 是很重要 但是 都要理解一下 店舖 他們都要 交租 和 吃飯 今天 這麼快就上到來 這個空中花園 大家先都見到 有位師兄就很Chill 躺在這裡 按手機 這個空中花園 其實都 幾闊落下 都幾適合大家 走完 商場 或者 晚上 上來 這個位置 拍拖 去感受一下 旺角 那麼繁忙 或者 那麼繁華 的 都市夜景 我相信 其實這個空中花園 都有機會 有時候 有些表演 在這裡 舉行 這樣 再 落 樓下 去看一看 這裡的店舖 這個 商場 我相信 都幾適合 男女老友 都 去行 因為有時候 行商場的話 就很集中 是男性為主 你會看到 好多好多 Figure 模型 玩具 但是 這個商場 其實都有照顧到 女性的需要 飾物 或者 衣服方面 就 尤其 多鋪 是 給女性 去行 所以 去拍拖 行的話 就這個地方 都幾正 不知道 大家 看看有沒有行 旧底 旺角中心 旺角中心這個名字 可能 在大家 腦海裡面 已經很久 沒有走出來 但是 旧底的旺角中心 就真的 有點暖暖的 裡面的店舖 相對來說 就 小一點 可能 湯道 小小格 有點像葵 但是 大家看看 這間玩具鋪 這間玩具鋪 店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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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能 過千尺 再去 看看 你看到 地板也好 或者 燈光也好 都 相當之乾淨 麗麗 還有 有這些 小店鋪的 POP-UP STORE 在走廊位 這裏 這裏 有天橋 如果是舊底的話 就 去旺角中心 一旗 但是現在應該是去另外一個商場 走這個場 來說 有個感覺 一來就舒服 當然 領展 管理得 這個地方 的話 就 有分 不會像其他商場 那樣 箱 貨 都放在走廊 管理方面 就真是一流 不知道為什麼 舊的商場 就永遠 做不到這一點 可能 就是 領展的 BARGAINING POWER 就 比較 大一點 還有 可能 比較多店鋪 就 搶著 進住 這些場 比起 其他的 細形 或者舊一點的商場 就反過來 就是要求 租戶入場 還有租戶 他們的 經營年份 有些 真的很短 可能幾個月就換一個 繼續 下一層 其實你會見到 很多都是 女生的 三副鞋物 飾物 如果大家 有留意 香港地 或者旺角太子區的商場的話 都會 感覺到 有些商場 就真是 色微的了 那麼 最 TIPICAL 就是 太子的 聯合 聯合商場 以前 可能 八九十年代 就 很多女生 就喜歡 行 聯合 因為 小小 一間 很多不同的服裝 鋪貼 但是 如果你今時今日 你去聯合的話 相信 就沒什麼目的 是去行 他 因為 樓上 就有間 酒樓 對下的一些 舖頭來講 就真的 都 色微 八九成的 有機會 有些舖頭 就 轉了 鎮 就去了 這些比較新小小的 場 這樣 再講一些比較 品流複雜 或者真是有少少烏煙 瘴氣的場地 可能是 仙達 這樣 仙達就真是 我相信 現在 女生 單拖的話 都未必 夠膽走進去 仙達 街旺的話 場 雖然都 乾淨 但是 相對來講 就真是 很小 以前來講 是去格價 或者找一些 最新出的貨 來講 以前的街旺 都幾正 裡面 其實 Top這個商場 都有 應該三四間 的 玩具鋪 每一間 的玩具鋪 其實買的東西 都有 少少少少少 不一樣 就真是 不像是 好像 Inzpoint 就真是 隔離輪舍 就有機會 賣 同一樣的貨 或者 同一款的貨 可能 有成 十間八間 大家可以 格格格到 盡了 都還可以 這裡就有 玩具站 玩具站 在香港 來講 都有 不少的 店 不知道 大家 輕不輕行 玩具站 近來 其實 都有一些玩具 在做特價 特價的程度 我個人 覺得 都 有少少 誇張 譬如 這盒 400%的 貨幣 700多元 有交易 這隻 浮世 400多元 有交易 當然 近來貨幣的市場 來講 就真是 向下走 什麼時候 可以向上 這件事 沒人知道 很大 程度 來講 應該是 玩具 這件事 是 luxury 不是 生活必須 所以 大家 要 納金褲頭 過 這一段 比較 難過 經濟低迷的 日子 大家看到 這條影片 都看到 很多情侶 拖著手 或者 抱頭抱頸 搭 電梯 舊的商場 應該很難做到 這一點 之後 再下去 的話 就是 他們的 地褲兩層 這個商場 都挺奇怪的 不知道為什麼 我眼見 都有 兩三間 眼鏡店 可能 近年來 戴眼鏡 這件事 未必有近 時 戴眼鏡 很多朋友 可能 將眼鏡 已經變成 一個 飾物 的 如果大家 和一些年長的朋友 跟他講 眼鏡 是一個 裝飾品 他們 會覺得有一點 匪夷所思 但是 時代 就真是 好不一樣 就等於 你買車 以前 買車 就是 代步 現在的買車 有些朋友 就可能用來 襯衣 所以 時代的進步 和雙鋪的發展 其實 大家要追一追 Trend的話 都要出來 走多點街街 這個地庫的話 其實都 有些食品 無論韓國的 日本的 都有 食物方面 都挺豐富的 另外一個特色 差不多每一層 都有一些 任天堂的 Demo 遊戲 給大家試玩 我相信 很大程度上 來講 就是 女生 在這裡 選衣 男生 的話 就可以 打遊戲 那你知啦 有時候 女生 試衣 或者選衣 的話 輕則 就半個小時 內則的話 就真的 一個多兩個小時 那你作為 男生的話 真的 有時候 耐性的東西 就 因人而異 有些人多 也有些人少 今天 到來 層 就是 Food Court Food Court 的話 面積 都OK 就不會 特別小 我相信 就是 如果你是在這裡 去選 食物的話 怎麼都能夠 選得到 價錢來講 旺角價 應該都是 七八十元 起跳的 價錢 就適合 WEEKEND 大家想找一個 比較 One stop SURVICE 一站式 服務 無論你 衣食住行 什麼 都有 的一個 地方 來的 那麼好啦 那麼快就 走完 這個商場 大家 若果 之後有些什麼地方 想我去的話 都歡迎 在 留言區 那裏留言 我們 下一次再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